嗨,盛德老师好,超妈的家人们以及FB的朋友大家好,我是Android来自槟城州。 今天Android参加由台北天野文化所举办的一项活动,名字叫做 因为爱幸福美满随之而来108天抽狙击卡的活动。 今天的Android是第七天,来到第七天。 同样的话,Android今天也抽了三张卡牌,和大家分享心得。 今天第一张卡牌Android所抽到的就是从日本的《丰盛的光》。 Android所抽到的这个卡牌是《五巨公》。 《五巨公》。这张卡牌Android所领悟到的就是 当我们就是所谓成功或者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比较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要归为全部一切成就要归为谢天。 然后我们不要不要骄傲就是因为全部我们今天所得来的的一切都是天地给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得了这些成就,我们就要帮助他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当我们在修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改变我们的从以前改变生活到现在的时候,有改变的时候提升我们正能量。 同时我们也要影响我们身边的朋友。 这个就是从这张卡牌Android所领悟到的一些小小心得。 第二张卡牌的第二张卡牌就是因为有太阳这张卡牌。 Android所领悟到的就是这张卡牌付出无所求。 对,在这张卡牌这张卡牌这张卡牌。 就是多少我们没有所求就是没有所求回报。 这个就是我们帮助身边的朋友。 就是我们从我们自己个人的修行提升,然后影响我们的家庭。 然后影响我们的家庭,过后我们在我们过后再从我们的家庭再影响我们周围。 这个就是这张卡牌Android所领悟到的小小心得。 就是从付出没有。付出无所求这张卡牌。 第三张卡牌就是从因为原来富有很简单的这张卡牌所抽到的。 Android所抽到的就是说累积福德是根本。 在这张卡牌Android所领悟到的一些小小心得就是说。 当我们我们在修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 我们不管我们的外公内公都很重要。 因为这些都能来帮助提升我们的累积我们的福德。 就是我们外公就是好像去分输啊。 跟人家跟人家结缘我们的那个青年之约啊。 还是我们拍我们的幸福小卡。 这些都是我们的外公去给。 然后我们内公就是啊。 就是步骤前修一二三就是我们的基本步骤一二三。 这个是我们的内公。 所以这些都是能累积我们的福德。 好,这个就是Android今天抽到的这三张卡牌的小小心得。 还有的话就是就是来临着九月。 九月感恩导师再次会来了马来西亚举办Q&A的活动。 九月一号是在冰城的来。 而九月二号是在基罗坡太子城国际会议中心。 还有就是十二月。 十二月感恩导师再一次到冰城就是举办。 因为爱幸福美满谁知道来的。 就是老师的循环演讲。 这个就是在十二月十五和十六号。 朋友们,假如你们想更加了解老师的课程。 请啊,请联络Android。 感恩大家的聆听。 小如喜欢Android的分享,请给Android一个like。 感恩大家,晚安。